回到国际线出发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 目前大股详评 针对涉及迁读的案件 到底知不知行 还有到底贴身分译 对于大联盟的球运有多重要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美国职棒球评王云庆 波哥 波哥你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先来关注大股详评的事件 因为过去 其实大股详评从日本到美国发展 引起了非常多球迷的关注 但没有想到 竟然现在演发了案外案 也就是当时大股详评的这笔金流 到底是谁汇出的 引发了很多不同声音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到新闻事件本身 因为当时ESPN率先揭露了这起事件 是说当时100万美元汇款记录 是注记了大股详评的名字 当然这件事情 因为是汇到组头的户头 所以竟然用真名 还是用他本人的名字 也是有点不可思议 但无论如何 其实大家后来看到是 水源一平也就是他的贴身翻译 承认说他是盗用了大股450万美元 这起事件让很多人怀疑说 过去求平其实不管是怎么观察 这位贴身秘书或者是行政秘书 其实是掌握了大股商品所有的一切 但是这一次虽然已经改由艾尔顿接任了他秘书 还有包含了翻译的职务 也让大家觉得说翻译的工作好像不只是翻译 因为过去不管是大股商品出席任何场合 甚至在练球的时间 还有太太也说呆的时间都比他还要长 求平跟这个目前球迷的观察都认为说 好像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远远超过工作的情谊 那波哥你怎么来观察这起事件 因为大家觉得说现在目前全盘否认是因为 怕未来在美国发展的职业会受到影响 那可是在背后迁赌或者是说 到底有没有涉及一些违法层面 你怎么来观察 我想我们可能就是就这个案子来特别关心一下 就是说特别在亚洲选手到美国之邦去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翻译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当然过去我们的选手也过去 去美国之邦也是有翻译 那以大谷的例子来讲的话 因为他其实是有一个团队 他有负责他的营养的团队 他有负责他的训练团队 他连他的装备都有专人来负责 那其实这个翻译 他所负责的东西就不仅仅是在厂商的翻译而已 他的生活当中所有的这个细节 他都会帮他打点 那特别以大谷这一样一个非常有名 而且名气大的选手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我会认为说 这个水源能够去动用到他的户头 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因为大谷只要专心在 把自己变成一位非常好的选手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让别人去帮他去 去等于说打理等等的 那你想想看 你说大谷他的这个住宿啊 行动在外面食宿 你可能去跟他吃饭的时候 你自己去门口那边刷个卡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东西开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翻译 特别是这些亚洲选手的翻译 他们扮演的角色 远远大过于翻译的工作 他有点像是管家保姆等等的 甚至以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他就变成是一个也帮他理财 只是没有理好的一个状况 情况之下 所以这些 所以说这些选手 其实到美国去发展 有很多的关卡要过 文化上面要适应 球场上的文化也要适应 那这些生活的东西 他们当然就尽量想办法 不要再把这些事情变成他们自己 还要再去负担那一块东西 所以会很自然而然的 会交给信任的人去处理 当然这个信任有时候会出一些状况 像这个大谷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他信任他 但却没有想到他 凭借他的信任 做了很多背叛他的事情 虽然刚刚博哥有分析 但是也有很多球迷觉得 大谷可能不可能不知情 多少可能知道一点 到底能帮他还 那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面对检方的调查 他必须要陈述一个 可能可以被球迷或者是大联盟 接受的事实 所以不管如何 我们先来看到运动博弈这件事情 或许有一些人觉得说 因为代操过去你会交给信任的人 希望可以把资产变得更多嘛 所以在理财的过程当中 有人觉得说运动博弈 如果我了解这些球员的表现 我知道他们的状况 他的胜率比较高 也许这是一个途径 但是在运动博弈呢 40周合法情况下 偏偏加州就是没有 所以这一次事件相对被放大 那另外你可以观察 MLB其实是允许运动博弈的 但是是棒球以外的比赛 所以其实在这起事件当中 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加州的法律是 特别的不一样 那当然大家目前维持 对大股祥平本身 并没有太多的责难 好像觉得这起事件是 反而担心他未来在美国的发展 你怎么来观察 目前美国 尤其是过去也有一些 包含NBA 还有一些球员 可能一些涉及相关牵读的事件 但是最后的结果会是如何 我想可能分两块来看 就是说以大股这块 我们可能会 有的人会怀疑说 你是不是真的自己去下注等等 我倒是认为这不太可能 因为以他生长的背景 日本职棒其实跟中华职棒一样 过去都曾经受过放水事件的一个伤害 而且伤害很大 所以其实从小到大 那么日本职棒也好 台湾的棒球界也好 对于涉及棒球赌博这件事情的 这个敏感度是非常高的 那当然这个大股不可能 不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在美国职棒的规账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不可以去下注棒球赛事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会认为说 他是绝对不可能去 有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另外在您刚提到 所谓的NBA的这些选手等等的 就是在知道一些比赛的一些细节 一些优缺点的情况之下 那去做这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觉得 这块比较像是诈欺的部分 就像其实过去中华职棒的案子 大部分的这些组头 也都是以背信跟诈欺 来做起诉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有一些球星 累积了很好的身家 被他的经纪人去挪用等等 这些其实算是比较诈欺的部分 那其实在职业选手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都有那个sense 就是说我不能去碰 我这一个行业的一个博弈 那当然美国职棒 刚刚您也提到 美国职棒有允许选手去赌 其他的这个运动 比如说篮球啊等等的 但是他们非常清楚 有规定说棒球 不管是业余的棒球 甚至到职业棒球 是完全完全都不能碰 是讲到了职棒之外 我们也要看一下NBA 因为过去NBA 有一些球星 摄入了一些违规下注的比赛 比如说NBA明定禁止球员 投注任何的比赛 因为如果你违规招罚款之外 你甚至会终止所有的合约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ESPN3月26号也报导的 这一位是John Ty Porter 他其实是Michael Porter Jr.的弟弟 那精快的前锋 那其实呢 Michael Porter Jr. 他当时其实在表现非常不错 但大家想到说 他的弟弟在暴龙队当中 其实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可以打中锋 可以打大前锋 但是没有想到呢 在1月27号跟3月20号出战的同时 他上场的都是 5分钟之内就下场了 而且都是阴商停赛 那当时呢 其实也有人说在这个组头 或者是下注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下比如说 他是会不会有受伤 会有几个篮板 几个助攻 可能就是他也在完成他的数字之后 当然我们说的是可能 完成他当初 跟大家讲好数字之后就下场 就觉得说 我受伤了 刚好不用比了 有一个借口 那当时他们呢 也是1月份跟3月份隔了两个月 看起来好像是完美无缝 是一个完美的计谋 但是没有想到大家 觉得非常不寻常 因为事后发现 这些组头的数字 都是当晚的最大赢家 所以是不是在这个不同的球类当中 大家好像对于他的标准 也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没有错 但是总归来讲 就是说你作为一位职业运动选手 其实你这个sense还是要稍微比较高一点 就是你不要去做任何一个让人家可以有怀疑的一个部分 那受伤下来 其实从过去中华之邦的例子来讲说 有的时候选手会故意要受伤 因为我不想参与放水的事情 这其实过去也有所闻 那当然以NBA波罗的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这个受伤的时间几乎太巧合 那巧合不一定说他就是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你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所以对于职业运动来讲 其实信任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是打假的 我干嘛要看你的比赛 那如果你是打假的话 造成其他人的获利 这也就是诈欺跟贝奇的一个状况 所以对于职业选手来讲 这个在操守上面的一个部分的要求 的确是要比较高一点 好 最后一个我们要来看到是 刚刚有讲到经纪人 或者是包含了身边信任的人 可能也会让他们涉及一些 职业生涯的危机 比如说过去NBA的传奇球星巴克利 当时是被经纪人给骗了 每个月只给他部分的生活费 虽然一万五千美元也不算太少 但是剩下钱拿去投资 是全部血本无归 损失了数百万美元 另外在洛杉矶湖人队传奇球星假霸 当时也是六年之间 经纪人掌控他所有的财产 那过去在安永 也就是我们四大会计事务所 曾经做了一个统计 2004到2019年 这15年间 美国的运动员发生的金融诈欺事件 这个案件的金额竟然高达了 6亿美元之多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运动明星 虽然赚了很多 但是他们好像也是蛮没有保障的 这个钱财很容易遭到诈骗 所以过去其实对于运动博弈的规范 是不是有一些对他们自身有些保护的机制 又或者说在这整体事件当中 我们要如何来观察未来运动发展生态 球员跟必须经纪人 还有包含了他聘用的员工 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项 我想基本上来讲 特别对大谷这次事件作为例子的话 就是说他可能太过于信任这位翻译 那导致于这翻译利用这样的信任 去做出背叛他的事情 那broccoli也是 那爪霸其实的状况也都类似 就是说他们一生的这些收入等等 虽然是非常高没有错 但是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之下 过度信任经济的情况之下 那到最后他们的这些钱财都没有掉 所以其实或许 就是我们都开玩笑说 大谷现在娶老婆了 老婆帮他看着 这个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从大联盟的这个规章面来讲 就是说他们在如何去限制 或者是预防选手 做一些不当的一个表现当中 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那以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 这个第21条 我们俗称天条 那天条的这个前面的三个 比赛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规定 其实就是不准你放水的一个状况 他规定说你不可以放水 不可以跟 不可以讨论任何想要放水的事情 那如果你知道有人想放水 你还必须要能够举报 如果举例来讲 如果今天你跟一个讨论放水的人 聊过了 你没有往上举报的话 你也有罪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规定 另外就是说你不能够 把这个馈赠礼物给对方 或馈赠礼物给裁判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比赛的公平心 这个是比赛公平心的问题 赌博的部分 其实他们也规定的很严格 就是说你不可以下注跟你不相关的比赛的话 你不能如果你下注跟你不相关的比赛 你就竞赛一年 你下注跟你相关的比赛 你就竞赛终身 过去P-Rose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 他虽然说下注说 他说我下注我的球队赢 但是你违反了这个规定的 你下注了跟你有关的比赛 你就竞赛终身 他现在连明天堂都进不了 所以而且你不能够做违法的下注 那至少就是近一年 那违法下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有两种 一个就是这个下注在你这个州里面 还是违法 例如加州 或者是你是跟一个 这个私人的违法的这个主头去下注 这也是违法 这也是有规定的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天条的部分 是其实你说法律 就是最基本的一条线 那大联盟的劳资双方 其实另外对于相关的东西 有做更严重的一个 更细的一个规定就是说 你不可以对业余 或者是职业运动下注 那从青少年的比赛就不可以 所以这个少棒 青少棒你也都不能够下注 另外你不能够委托人家 去帮你下注 外面其实 其实下注的投注标的 其实有很多 除了比赛之外 还有这边提到 明星赛的胜负 他们的明星全球大赛的胜负 季后赛的结果 还有选手的表现 可能比如说 我可以说今天这个选手 可能会打两只安打 这种东西也都算是下注的标的 那还有选秀的结果等等的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现在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的 就是让这个玩家可以去挑选手 组成一个球队 叫做梦幻总教头 Fantasy Baseball 那美国之邦选手 严禁不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你可以去玩Fantasy Football Fantasy Basketball 你不能够碰棒球 那另外就是说反正 即便它允许你去 为一些博弈的公司代言 但你不可以在代言的过程中说 去提倡博弈这件事情 所以这些规定是在 劳资双方的协议当中 在资方跟劳房当中 做了很多的协商之后 做了更多的条款 这个等于就是说 在21条之外的天条 更加深的一些 前置性 让选手可以更小心的 不要去犯错 总而言之 就是安心的 在这个自己的职业生涯上发展 那当然呢 在这个不同的市场 也要注意不同的规范 才能够明哲保身 今天非常谢谢 球评王云庆播歌 详细的解析 更多的内容 请你锁定 我们稍后回来 嗨 大家好 我是影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 YouTube频道